好,來我們看第三題 題目已經給你了 三題要t平方分之x平方 加上t加1分之外平方等1 那麼他說如果第一小題 長軸是平行x2軸的話 橫圓球t的方圍 這個我建議先畫個簡訊 什麼叫長軸平行x2軸 應該找這個樣子吧 所以代表長軸應該是在 x2軸的部分在y軸的部分 應該是x的部分吧 他比較長 所以換句話說 這裡面的話可以知道 x平方下面這個地方的那個數字 分母的部分 三減掉t平方應該要大於t加1才對 對不對 除此之外 這兩個應該是平方 所以他們應該要大1 所以答案解他就好了 聽懂嗎 解這個方式答案出來 那這個怎麼解呢 分開來做吧 第一個是 三減掉t平方要大於t加1 好,一個結果 還有 三減掉t平方應該要大於1 還有t加1也應該要大於1 然後三個同時成立的就是你答案 這樣子 會啦 OK,那快速的幫你看一下 這個比較困難 這個比較困難 這個是t 對不起 現在就是簡單 t大於2才對 這個我想應該沒問題 那這個呢 3減掉t平方要大於2 3減掉t平方大於2 這個可以先控制 先算這個地方 好,那我移過去 t平方 t平方加t 那 t大於2 小於1 還要符合這個地方 3減掉t平方 不是應該大於1 對不對 3減掉t平方 要大於0 的話 這個結果是什麼 這個結果是什麼 應該是變成呢 t平方要小於3 所以代表的意思是 t應該會 大於2 3 小於 3 8 然後同時成立的就是答案 那這邊的話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這個部分 你可以不用考慮到它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 t大於負1 就把這個都包含進去裡面 只要這個大於0 這個可能是大於0 對不對 所以第二個就不用想 那麼複雜的 你再考慮1跟3就好 所以就把1跟3不論 想出來 想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答案呢 來畫圖一下吧 一個是1到負2之間 好,這個區間可以 還有 好,這個區間 還有一個比負1還要大 負1這邊,不好意思 往這邊大,往這邊走走 好,兩個重疊的問題是答案 所以答案很明顯 t應該怎樣 t應該是大於負1 小於1 這樣才是答案 好,整理題 OK 好,那第二題的話呢 就反過來對不對 因為它是平行歪軸 平行歪軸的話 該怎麼畫 平行歪軸應該是長這個樣子吧 對不對 所以把它變成 歪力分大於它 所以變成了 t加1 應該大於 3-t平方 然後大於 0 對吧 好,那也是一樣 你要分開來想 你只要考慮誰知道 考慮t加1 大於 3-t 還有 3-t平方 還有 3-t平方 大於 0 就夠了 為什麼 因為它如果大於它 然後這個大於0的話 那肯定這個第三個大於0 對不對 所以你要算這兩個就可以了 會啦 好,那先過這個地方吧 把它通通引過去 這個成為t平方加t-2大於0 OK 所以就一樣 t加2 t-1 大於0 所以答案就等於 t大於1 或t小於負2 然後這個的話呢 就是剛才講到的 t 因為大於0 所以t應該是大於負2-3 小於3 來,重疊路畫一下吧 我畫上這邊好 好,一個是負2跟1 比1還要大的 比負2還要小的 還有 3-負3 負2-負3 大於1 大於1 小於負2-負3 小於負2 這個答案 OK 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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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